现在我们是有武汉市内是有三家店 然后在西安有一家店 还有一个贸易公司在武汉 还有一个小型的停档酒厂 这几年是越来越好 生意还不错 我们新开了一家店铺 几乎每天都是在排队 二月份的话我们可能销量为零 到目前的损失已经超过上百万了 我们不知道疫情要到什么时候结束 所以最终的数字 我们没有办法去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是我相信会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件事 这样的经营困境已遍布全国 在河南做餐饮品牌代理的彭女士 也在承受巨大的经营压力 我们所开的门店 都是我们公司自己指引的形式 也就是我们把品牌拿过来之后 在这个区域上面去做 所有门店都是自己来开 自己来经营管理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大小品牌加在一块 有20家店左右 大一点的店其实就是武汉的一个百年老字号 它是热干面的创始品牌 原计划今年把蔡林记会在河南 扩张5到10家店的样子 现在应该是完成不了 以这个年初的表现来看 中国烹饪协会的调研显示 相比去年春节 今年疫情开始后 99%的餐饮企业都出现严重亏损 按日常开支和营收数额计算 78%的餐饮企业营业收入损失达100%以上 营收损失在7成以下的仅为5% 而如果经营持续不见好转 大多数企业三个月之内 就可能会出现资金链紧张的局面 因为疫情对于经济 我们说第一波的影响就在于 疫情是巨部传染性的 所以说人对这种病毒的恐惧心理 那也就是说涉及到一些人员流动的一些消费 像我们可以看到餐饮 像电影院 像那个出行或旅游 这些行业其实是首当其冲 之前我们年前也囤了很多的货物 比如说已经零期的产品 各方面其实对我们都是要报废的 我们都是损失 那通常像这一轮像春节的话 本来是像餐饮旅游都是一个高峰季节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基本上是 一个崩塌式的一个变化 据国际民航组织报告 各国因新冠病毒实施的旅游禁令 已经对国际空运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 预计2020年第一季度 全球航空公司总营业收入将锐减40至50亿美元 由于中国航空旅客锐减 还会同时影响到国际旅游行业 同城旅游在春节前发布的 2020春节黄金周居民旅游消费趋势报告显示 泰国日本成为热门的出行目的地 中国旅客约占泰国日本国外旅客数量的三成 估计澳洲顶尖大学的中国学生 被迫延后赴澳就学计划 将造成多达约157亿港元的损失 尚未计算其他经济收益 如速费 旅游开支 本土消费等 我已经有100,000学生 我希望他们来做学生 这种类型的选择 非常挑战 但国内教育会高 在这种类型上 旅游行会高 这会负责 国内经济 它卖我们的国家 你们 crises 这群旅游行 tongu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